來 阿姨 怎麼那麼多鈔票啊 這發薪水是嗎 那我的呢 這不是我的薪水啦 所以不知道我家有一個貴賓 貴賓 我紅豆冰耶 貴賓 怎麼可能 朋友來家也拿錢給你 阿姨 小心一點 搞不好是不義之財 說不定搶銀行只是放在你家 你不要亂說 什麼在搶銀行 搶銀行你就很貴賓喔 難不成是財神爺 那門造訪 阿姨什麼啦 人家有聽到啦 阿姨 你這個態度就不對了 好坑自己搶 要吃好倒楣嘛 對不對 告訴我們 怎麼樣把財神爺弄到手 是這樣子喔 跟我講就好了 我今天欠搶 來 手 真的 叫我不行的 說我自己獨吞 再這樣跟你講就好 你如果要知道 我一割青菜 他給你就知道 錢打頭也是會痛的 這樣也要開心 讓錢打到要笑笑 喔喔喔喔喔 阿姨啊 我現在是越來越胖耶 我覺得好像自己有坐月子的感覺 會不會越來越難看啊 不會不會 我還是覺得我很欣賞你 很喜歡你啊 我也是 對啊 沒有關係你要不要我傳授你這個 會變瘦的方法 我知道我看到那個廣告 每天都打嘛 聽說那支廣告你還賺很多錢 沒有沒有 真的可以講我嗎 相信我 你可以做 謝謝 謝謝 I love you 真的 I trust you 對 你要相信我你會變瘦的 I follow you 唉唷 你怕死人喔 不然你們兩個在這裡變態喔 沒有啦 吼心耶 大伯都大伯都在那裡 我們是患難見爭 請阿姨來加入我們減肥陣容 對喔 減肥啦 唉唷 我不用啦 我的體格喔 已經百貨中了 不用啦 平良心說 阿姨啦 欸 我感覺你嘴君喔 真的散很多喔 對啊 對阿 我就這個靠飲食的方法讓我瘦多 我是為了健康啦 為了健康要散啦 不過包括你 包括這個嫂夫人啦 然後產後這個恢復身材 可以說是可喜可賀 謝謝 歡迎二斤 謝謝 completion 謝謝 你們兩個是你 好嗎 是怎樣 我們是英雄是英雄 是英雄 是英雄 你算不知道 我現在在這裡是什麼中文 什麼中文 唉唷 我們現在不是說靈異的故事 應該這個氣氛 就感覺很均勁 很恐怖不知道 你們兩個這樣 一點就沒有縮情 拍拍夜就對了 對嘛 唉唷 拍拍夜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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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是這樣嗎 聽到嗎 他一直要去國平 唉唷 唉唷 我以前喔 感覺你一個傻傻的 什麼都不假 怎麼最近 怎麼會說 你對這個風水 說這樣真有幸福 其實 是呀 是不是你自己親身 有去煮一些風水 有什麼事 唉唷 其實來說 風水這個事情 我很早以前就相信了 因為我 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就開了很多店 做很多生意 比如說 POP的 還有服裝店 還有餐廳 其實就是 跟風水都有關係 就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服裝店 我們花了 店很大 然後花了一百多萬去裝潢 不是賺很多錢 那時候之前沒有賺錢 完全沒有賺錢 我們也沒有找風水老師去看過說 這地方好不好 可不可以動 後來呢 就是因為一直行李的模後 就找風水老師來看 一看就說 這些地方就 不好啦 我們就找了很多個 又用了很多方法 比如說掛了什麼鏡子啊 還有什麼人說 放什麼量啊 都沒有辦法 一定要刷位就對了 對 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好的地方 這樣子 最後搞到股東失和啊 然後拆股 什麼淒淋子散 沒有啦 沒那麼嚴重 賠了不少錢這樣子 那個電影一不開 你看現在拍廣告 但是 但是後來我開另外一間店 就是之前就先找好風水老師 看好說 怎麼樣 東西怎麼擺怎麼擺 就這樣還做得蠻順利的 所以 現在有沒有改善啊 有有有都很好 我現在賺好多錢 你不要一直 你不要一直說 你不要賺好多錢 我沒有啦 有也沒關係 有也是恭喜啦 謝謝 不過你要講 一般人那個演藝人員 好像對這個領域經驗 比較敏感 我覺得 以你這樣的才華 長得這麼帥的男孩子 應該很容易遇到這種經驗 要不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長得這樣容易遇到那種東西嗎 對 其實我是還好 我是知道一些故事 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之前 你是聽人說的 還是你自己親身經驗的 我是聽人說的 對啦 對啦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子 跟我們這個 一代偉人有關係 一代偉人 顧總統金國先生的這個 靈異故事 那個時候在民國 七十幾年的時候 他要移林 那時候從榮總 他移到忠烈池的時候 忠烈池他們已經 都準備好了 對不對 那個要移林進來的時候 要全部要先 旁邊要四周 要安全檢查呀 四周全部的人員都擺好了 擺後啊 尤其是這時候 還有一個後門 後門是弄得很緊 有一個很重的木頭 鑽住了 可是就在 那個林舅要進來之前 沒有多久 突然那些 全部的工作人員 就感覺到 陰風正正這樣 噓啊噓啊噓啊 吹得很大 然後呢 那不是因為台風 很多晚連 吹得亂七八糟啊 突然就聽到 很多這個腳步聲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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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門是關好的 門全部都關好的 很多腳步聲啊 他們覺得說 我都已經管制人員 怎麼會有人進來呢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趕快進來 查看 你看看後門 跑到後門去看 那個很重的 那個木栓 竟然被打開 然後後門被推開了 他是不是有人去開啊 不可能啊 有警衛啊 都管制得很好啊 腳步聲啊 風還是很大 所以他每個人都覺得毛毛的啊 嗯 那個門又搬不動啊 那個門現在 突然就整個人 什麼人來推都推不動啊 嗯 然後就風一直在吹 突然那風停了 然後 門呢 就動了 趕快把門關起來 就鎖起來 放好 然後準備好 過了沒有一分鐘 林舅就進來了 為什麼這樣 不知道啊 可能當時的人是說 這個經國先生 林舅要進中介池之前 他沒有跟那邊的那些 溝通 就是那些官 山軍 一些英靈 打招呼 對 打招呼嘛 他們就是臨時就接到通知住 哇 金國先生要來了 我的山軍統才要來了 開玩笑 怎麼辦呢 趕快準備 沒有準備 趕快回避啊 腳步聲音就趕快 他們趕快走出去 趕快從後門走出去 對 太恐怖了 對 是說親衛啊 我感覺很奇怪 怎麼會感覺我們世間上 領域的事情 怎麼能這麼多人說 這也不是我們自吹自擂 剛剛根據這個票房統計 還有這個問見調查 我們新一天啪啪這個 所做的這個節目內容 是最受觀眾肯定的 那現在的故事可能 也許有一些是穿著附會 道聽途說 但是講真的 都是觀眾朋友 自己帶來的親身經驗 對啦 有的都是 有的都誤會說 那裡面那個節目 講那個領域節目 講那個故事 講那麼多那麼恐怖 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一請來 都是自己 特別來賓 有的都那個寫信 來說說他有那個 親身的經驗 親身的經驗 要來這邊講一下 給人家 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都是 不是我們自己安排的 其實我們做這個鬼故事 是有原因 領域故事是有這個道理的 有什麼道理 其實我們有三個地名 可以講解我們這個意義 第一個 我們是用這個 日月壇的方式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什麼都聊 日月 日月壇 但是我們是中立的立場 中立 我們不會去 講說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觀眾朋友自己看著 自己聽著覺得 是真的是假的 自己可以感受 但是呢 我們要有資本 資本 我們用這個資本 因水思源嘛 聽故事的時候了解 這個故事到底來龍去脈 是什麼意義 要有中立日月壇以及資本 至少我們是勸人為善 勸人為善 對 不然你現在是在說什麼 你現在是在說 哪裡的地方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待會就有地方的這個精彩故事 好啦好啦 休息一下 我們稍等一下 觀眾朋友 有的大家聽到說 我們都很均勁的 我們稍微輕鬆一下 喝一點茶 去送一個掃搜 等一下 我更清晨 他要再很多 我們就繼續聽 待會你樂壇 這個這樣子的靈異經驗啊 鬼故事的這些故事 聽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恐怖嗎 嗯 發揮警示功能 這是江湖老膽子小 發揮警示功能 有一點真的 真的很恐怖 他就覺得 阿姨是覺得說 又恐怖又可以發揮警示功能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對啦 愛聽又怕死 還有 我還有更恐怖 你要不要聽啊 有警示功能嗎 有 那好好聽一下 席爾公聽 這個故事發生在 不久之前 就是好幾年前 那時候大家樂很風行啊 對 很多人就喜歡玩什麼 蝶仙啊 快仙啊 錢仙啊 其中啊 蝶仙可以說是 最厲害的這種東西 又很 又很準 然後這個 有什麼後果也很嚴重 哎呦 後座力強 就話說這個有一位 A先生 就寫了這個故事 來告訴我們 說之前啊 他是在電動玩具上班 電動玩具店上班 那時候大家都很喜歡玩大家樂啊 每個人都 上次經理 下次小妹 每個人都很迷啊 每個到禮拜六 禮拜四的時候 大家都牽牌這樣 然後 有一天他們心血來潮說 欸 既然這個 我們來可以問問這個鬼神嘛 我們來玩大家樂 反正就是這種事 我們問問看 問問蝶仙怎麼樣 搞不好要給我們報明白啊 對不對 蝶仙他們想說 在店裡請 可能請不到 他們找一個地方 最猛鬼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目的 跑到六張禮的公墓去 到那邊去請 這樣好嗎 多好請啊 他們講了一句而已喔 講什麼 出來吧 對 蝶仙蝶仙請出來 講這樣子而已 直接標蝶子出來 就開始動了 就開始動了 他們開始爐火爐問 可是那個A先生 A先生是不玩的 他沒有玩大家樂 在旁邊看 就是跟著他起哄就去了 他也沒有玩蝶仙 他沒有玩蝶仙 他旁邊看 他旁邊看 大家起哄嘛 他旁邊坐在那邊無聊 到時看啊 龍鳳阿波啊 他們選了一個最大最漂亮的坟墓 在那個 因為比較大的坟墓才會有一個 前面會有一塊廣場 對 就是一點點的廣場可以在那邊玩 他就晃晃晃晃 就注意看了一下那個 龍鳳阿波的主人啊 姓名啊 出生演樂日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 他們玩得差不多的時候 那個經理就比較貼氣 做人也比較豪邁 他這麼嘲笑這樣說 蝶仙我跟他講 你這支 你要是讓我 你要是給我給我 你要什麼 我就給你 要是你沒有讓我中的話 你給我 你不要試試看 用恐嚇的 還要恐嚇他 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回去啦 回去以後呢 其實那些人玩的 也不太相信蝶仙簽的 姑且完之 對啊 回去還是各簽各的各簽各的 可是 蝶仙已經有指示牌子 有指示牌出來啦 然後呢 可是他們回去也是沒簽啊 沒有簽啊 還是簽他們自己的啊 想不到 好想不想 那支 蝶仙 出了那個 牌都中了四支 一毛一樣就對了 一毛一樣 對啊 那如果他們不相信 為什麼要去 好玩的啦 對啊好玩的 中了是拿四支 號碼告訴大家 是 0 2 0 1 0 10 1 2 3 4 這什麼意思啊 這號碼出來之後啊 那個A先生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整個人毛骨悚然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他你知道我剛剛有說他專門有去看那個墳墓 他的那個名字啊 跟出生年月日 結果那個人啊 剛剛好啊 剛剛好是民國十二年 十月二號出生的 然後呢 他死的時候是民國六十四年 享年三十四歲 三十五 恐怖恐怖 後來那個經理就沒有簽了 很懊惱啊 然後那個經理啊 當天啊 因為早班換成晚班啊 就過沒有多久啊 早上換成晚班 就被一群那個流氓啊 被砍死了 享年三十四歲 為什麼會被人家砍死呢 他就是因為沒有尊敬這個 而且他有恐嚇人家 他牌子給你你也沒 你也沒簽啊 你也沒簽啊 你還說真的 你還要幾年你要注意一下 你亂講啊 今天是完全是巧合 巧合巧合 對啊 所以啊 前衛啊 你有時候 你不要這樣經常亂說 所以有時候人經常在那裡說 競神競神啊 就是這個意思 神喔 我們千萬就不能跟他爭取 對 而且喔 我們看你不管你要相信還是不相信 但是喔 我們跟他 最好還是說 不要太誇張 但是要有一個 心理就是說我真尊敬的 這樣就沒事了 這個俗話說得好 敬鬼神而已 像我們就很尊敬阿姨了對不對 對 阿姨 你把阿姨當鬼神 不過先說一下歐蜜蜜 你現在當作我是鬼嗎 沒有你也是真尊敬的 很尊敬 你是神啊 不是鬼 阿姨是我們心目中的神 我的人又是人 為什麼我的神 我的鬼啦 我跟你說喔 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你如果差不多了啦 皮你真了 你皮如果是真 你等一下就把我拼這樣 你看我就把你拔皮 阿姨 阿姨 你不要以為 剝皮這種事情做不到 我跟你講 人死留名 虎死留皮啊 但是有人人死 照樣留皮啊 啊 想不到對不對 對啊 這故事拍得跟真的一樣 真的嗎 真的拍得很好 人死留皮啊 啪啪夜劇場 一起來看看 Go 黑人 天馬 黑人 哥 找拚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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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徐大美女啊 谁又惹你生气啊 不要再生气了 你看看 皱纹都跑出来了 真的假的 开你玩笑的啦 你的皮肤这么娇柔滑细 怎么可能会长皱纹呢 你这个小子啊 就是嘴巴甜 我问你啊 我要了一点假把帮我准备好了没啊 你胶带的事情我哪敢拖拉呢 早就帮你准备好了 怎么又是这顶啊 这可是最顶级的哦 你看她的发质 我可是费了好多的气力跟金钱 还缺那个女孩子剪下来的 还有你看着头皮的做工 我不管 反正啊 我就是不喜欢这里 你再去帮她找一点更好的来 可是 价钱多少都不是问题 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你就干脆告诉我 你的能耐就只到此为止咯 当然不是咯 那不是又是怎么了 好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咯 好啊 太好了 你看我就知道你一定办得到 你真的那么喜欢 你真的那么喜欢啊 你看这顶头发又亮又自然 我又定他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 那好吗 不过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要多少钱自己说 你知道的啊 我不是一个很小戏的人哦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保守这个秘密 不管是谁 你都不要告诉他 生命假发的来源 哎呀 这个头发真漂亮耶 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假发耶 对啊 你不要看它是假发 它也是用真发做的 你不觉得 它们看起来好像有生命 很活吗 跟真的一样啊 我看你一定是骗我的吧 这头发一定是你自己的 你不想告诉我 你在哪里保养的就算 哎呀真的不是啊 好啦我告诉你们好了啦 其实啊这些头发 是从一个18岁的女孩子 头发上剪下来的 真的啊 嗯 而且啊 我还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哦 啊 叫什么 它好像叫 剪脆瓶 哎呀 好痛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哎呀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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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快把我头扯下来 好痛 怎么了 快 怎么拔不下来 真的 快救我 好痛 快怎么回事 快救我 快救我 哎呀 怎么搞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 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呢 怎么会就这样子呢 好可怕啊 哎呀 哎呀 有血了耶 怎么会 回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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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商家行后的心愿 裁员广进 更是众人心中的梦想 成所谓白花花的银两 虽然带了些铜臭 但是不爱钞票的 恐怕乃是广大众生中的极少数 除了努力打拼 勤奋向上的赚钱之外 如何将财神爷迎进门来 一直是中国人极感兴趣的话题 究竟何为财神 谁是财神 财神又怎么起 财神如何进门来 今天的淋浴快门将为您深入探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宁 欢迎收看淋浴快门 大家好 我是秦伟 你给五分钟 我让你财运亨通 今天我们的淋浴快门 为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迎财神发大财 我们中国人 益兄都很爱这个168 这个缩利 但是这就是代表说一路花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是有168块 你就会当中财神 送到你们家来 究竟如何运用少数的金钱 来迎接财神进门呢 请看我们今天的影片报导 我会要一个比较简单的仪式 就是说你要准备168块 这个铜板 那个叫一路花 这168元 可不是您胡乱凑数 而是要准备 10元硬币12枚 5元硬币8枚 1元硬币8枚 总数刚好为168元 那放在一个红包纸袋上面 那红包纸袋上面呢 我们要书写 你是某某人 你的生辰八字 那么呢 恭请五路财神进门来 祈求我们全家平安 事业顺利 财源广进 那么这样子下款的时候呢 就写着某某人恭请 这样就可以了 要排列这些硬币 也是具有玄机的 基本上 需要以乾坤挂像 来做排列 而这28枚 总数168元的硬币 则恰能将红纸完全铺满 之后将168红包袋 放于凤梨之后 举案前程祭拜求财 在这个香火过了以后呢 那么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168块呢 撒在你的门口 那么呢 你当天这个时辰撒下去 可能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接回来 把这168块呢 放在那个红包纸袋上面呢 包起来 放在你的这个办公桌里面呢 或者呢 你房间的这个柜子里啊 你通常在放钱的地方呢 或者呢 你要放在你的这个 家里的一个财户位 或者金库里面都可以 所以呢 在商店啊 在住家啊 或者在公式行号呢 都非常的适用 我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去入财神进门来 那么你的财源就会滚滚而来 运用区区28枚 总数是168元的硬币啊 就可以迎接财神 可以说是以小赚大 观众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不妨找个时间试试看哦 嗯 其实我刚才在美西亚中 跟我们聊报道家了 跟我们教官 我们是要怎么 五路在身啊 是要怎么用来 来迎接的这个方式 像是说这个商业啦 航高啦 还是说我们的聚家啦 用什么样的办法 要来迎接这个五路在身 我们现在就来先看我们一段美西亚 要将五路财神迎进门来 首先需准备寿金 挂金 清香各五支 金银元宝各五盒 蜡烛一对 简易香炉一盏 里面要先放入五枚一元硬币后 用香灰填满 外面则用红纸包住 再来是五色水果 八糕一对 以及清茶三杯 最后则需备妥一幅五路财神像 今日之案例为一家公司航号 老师在择取吉日良辰后 将亲身实地示范 究竟如何将五路财神迎进门来 而首要之工作 则是要找出上香所需面对的吉方 这个方位是属于今年流年的八百吉方 也就是属于我们在流年的财方 168的八百上 所以我们讲168是一路发 所以这今年的财神方位的 另外一个财神方位是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吉方 来替这一家公司来求取 迎娶这个五路财神 现在开始拜财神 那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香点着 然后把蜡烛先给它点着 点着以后就是要念一篇 所谓的财神安座的报告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树文 给这个财神让他了解说 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 念此报告代表的是 知会五路财神 今日是哪一家哪一户特别来求财 扣秀 二扣秀 三扣秀 那就把香插上去 插香的同时 老师发现了一个一般人祭拜时 常发生的错误 也就是奉茶的先后 其实我们在拜神的时候 是要等上完香以后 再来添茶 这是一种敬意 我想基本上 我想客人来家里做的时候 总人家还没来就把茶添好 那茶都凉得不好 一般都是拜完上完香再来倒这个茶是比较正确的 那一般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上完香天第一次茶 从空杯天到第一次茶 然后到三分之一天第二次茶 香过一半天第三次茶 这个方式千万要记住 这是对神的一种敬意 上香奉茶后 烧除财神报告 以传递求财讯息 好 那当这个香烧到了二分之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来烧金子 先搭建这些财神 我们才能把它引进来 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先 第一步 可能要先从金银元宝开始烧 烧完再来烧什么 所谓的寿金跟挂金 就是这个样子 当金银元宝 寿金挂金 皆焚于熊熊烈火中 也就完成了打点财神的工作 烧完金子以后 你就把这个财神像拿起来 尖顶里 顶里就是过了额头顶里 然后再向上过三圈 然后用右手撑住这个财神像 然后要大声地叫 领财神一出来 财神入措 需责定财位安置 老师依据宅内的大有年法 及罗盘丈良 推敲出此公司财方 恰巧位于会计室所在 我们即将把这个财神 我们刚才击败的财神 安在我们刚刚选定的这个 这个业主的财位上面 就是用这个财神图 挂好以后 就必须用这个缝身材质 贴在他的左手边 这个就是我们将五路财神图 安好的一个情形 那现在就是安好以后 马上我们就要念一个 这个安座金口诀 这样就是完成我们这个安五路财神的整个步骤 念完了安座金口诀 并将其烧化后 就算是将五路财神迎进了门 如此一来 无论您是公司行号 想要大发力士 或是个人居家 要求财源广进 相信都必能让您信心大增 心想事成 请位啊 你现在了解了 要接这个财神的 一定要有一套的设格步骤 哎呀 我们怎么敢在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呢 我们的财神爷傅玉宇宫老师 已经活生生住在我左边了 欢迎这个傅老师 傅老师好 您好 傅老师啊 我们现在请教一下 蔡英雄你刚才在关公面前耳朵 不过我有时候听不清楚 甚至说公司跟我们这个职业的财神 跟有什么不一样 基本上它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们家一般都说 有祖先、有姓名 一般我们财神 就是请进来的神 都算是客 那我们是主要客要分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跟家里的家长一样 评明说我们有一个人家要来 要传什么东西 所以一般还是家里的祖先跟神明 要先拜一下 拜完以后我们再来迎接财神 仪式再来做 因为这些公司里面 有的人根本没有安神明 就可以直接请五路财神进来 没有关系 是这样喔 那这个接财神我想有一定的步骤 刚刚这画面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照本宣科做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但是这个虽然我是外行人 可是在老师面前还是要请教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的这个财位方 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找 在我们的羊仔学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现场去帮你讲 不过我们有理器跟软头两种方式 在我们的羊仔学里面 理器跟软头 对对 那所以理器就是说可以用计算的方式 计算的方式或者是用什么尺来量的方式 叫做理器法 然后当然用眼睛看 那眼睛看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在这边教 有没有图卡可以帮我们讲讲解 那理器法的话一般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大油年法 那大油年法的话 就是以这个我们已经做好的图卡 这是元年到九十年的这个男女命挂的述查法 只要你了解你的所谓的出生年 记住就是在交立村以后才算那一年 没有交立村之前不能算那一年 什么意思就是算农历的 对因为一般是这样说 我们是以立村点当做我们另外一年的开始 假设如果说你是在2月3号的话 国历2月3号是算前一年的 那像我国历是2月1号 可是我农历是12月22号 所以要算农历那个年 对对对这样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国历这一个表就会不准确 那比如说依照这个有人说他是五十五年次的 我们可以看这里五十五年次的 男生五十五年次的男生 我们比方这个人来讲好了 他就是对命挂人 就是西市民的对命挂人 就可以查得出来 所以这张表示元年到九十年的 五十五年次就是西市民 对对西市民的对命挂人 那现在你要找到柴位 一定要先找出这个东西来 找出之后呢 对然后找出来以后 相关图卡又出现了 对这个图卡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 那你就要找 对那就找一个对命挂人 那他的他我们基本上柴位 第一柴位就是在所谓的升旗方 也就是这个前 这个前就是西北 第二柴位在哪里呢 就是所谓的天一方西南 第三柴位呢就是延年 就是所谓的东北方 对对然后呢 再来所谓的第四柴位 也是所谓的福位方 也就是西 有这样一个分别吧 那以这四个为考量 那由一二三四 升旗 天一延年跟福位的方式 来把它做排列 因为我想基本上家里不一定每次都很方便 我一定要东我就一定要东 西就西不太可能 所以你只要选择这四个里面其中一个 当然你能最好第一选择就是 当然是升旗 再来是天一再来延年再来福位这样子 老师因为就是四个方位是几位对对对 刚好这两个方位是相对的 所以说做东北潮西是不是最适合这个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最好还是升旗方 因为在我们的大游年法 升旗方里面可以怎样 第一个可以吹财 可以吹官 可以求职 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尤其是说 男生如果有常年的那种慢性病的话 一般都要用在升旗方 女孩子一般都在天一方 就是有这个效果 这样啊 说实在的因为我们新代人讲究术实 对对 那这个求财的方式 刚刚步骤其实说起来蛮繁文乳结的 是是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DIY 可以告诉我们 让观众马上就来DIY这个简易求财 基本上如果说像观众朋友 如果有需要你自己能够顺利一点 你可以利用红包纸先把它拆成两半 拆成两半 然后你写上乾坤元亨利征 这六个字 乾坤元亨利征 对 乾坤元亨利征 那乾坤元亨利征的意思就是 本来是乾元亨利征 因为在乾卦的挂词 不过乾坤代表天地 也代表阴阳也代表两年 然后它运转顺利 再来元亨利征代表说事业亨通 凡事亨通 若晦气没气一扫而尽 让我们事情进行顺利 自然就进财了 这个好像是挂词 对 元亨利征好像是挂词 对 乾卦的挂词 对 乾坤代表天地阴阳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一般我们讲六六大顺 所以一般是早上面三十六遍 白上面三十六遍 就是好头好尾 好头好尾 对 阴阳交态的意思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副老师 谢谢副老师 谢谢 对我们这个财成非常了解 但是我觉得老师帮我们讲 这个另类裁员法之后 我相信 电视前面观众朋友 如果说公司行号 财运状况不太好的话 用这个方式 绝对让你起死回生 对不对 有帮助 绝对有帮助 待会儿要进行台湾竞相团 千万不要错过 谢谢副老师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这个红包带我们可以 好 谢谢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刘尔津先生 耶 你过来我们今天团长阿娇呢 蒸发掉了 你是在做什么 阿娇是人 都不是问家 还去看牙 不见了呢 去哪里呢 算不知了 说去看蚝蚝 蚝蚝 一颗牙齿有什么好看的 你现在是在告白说什么 什么 你如果是去看蚝蚝 人家说意思就是 可以给大家结缘 还会保闭说 我们不会发生一些财产 蚝蚝就是 蚝蚝蚝蚝 蚝蚝蚝蚝那个牙齿 对 那不能乱讲 那可以广结散源 不离带货 那我可以确定 这个蚝蚝蚝蚝 一定没有蛀牙 为什么 免得拿到蛀牙 那颗就不好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这个小孩 真的吗 黑白说的 你看就知道了 真的 看看有没有蛀牙 有蛀牙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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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了后 第一次 就来到了 发行台风控制 我们的失踪现场 为200控制 为 离难者 来故行 既然 港湖的发挥 台湾 手手旁 服归 为着 火器的战海 哪生哪走 出来两条翁神酒 留起 井水 以及 服归所高的所在 万不清真 到了 火器对落 受传 上街严重的台下 五位台湾 特别停留下来 以超度忘分 我们这边发生 那么大的灾难 由佛亚来这边 可以说把我们这边 邪气都去掉 也祈求我们大远 整个地区 都能够平安 这条服归 原本是保存在 印度纳南国 胜体的 制作服势当中 根据福点的记载 如果若是有人 欺负听到 他才是 亲眼看到这条服归 他的这四人 就能攻击善言 并且 万里在南 这条服归 也要放一个 世众的护士当中 来到台湾之后 希望他能救到 石翘无尼佛 他的祖笔 来攻教台湾 佛亚到处都是佛亚 真的太神奇了 你念OS还配台语 对 台湾也不太听了 对 佛亚 出现了 出现了 我跟着佛亚一起来的 阿姨好 瑋哥好 瑋均好 你好 你好 对 应该 那个恶心有很多问题 要请教你 什么问题 因为我只有祖亚的问题 它是佛亚的问题 没有啦 我是佛亚 佛亚就有很多好处嘛 可是这个靖香团 不是都看台湾的林庙吗 为什么看佛亚 对啊 你看马尔金你就着急了 你不要急吗 我是团长 我就是不会忘记我的责任 我一忘记我的责任 下个礼拜就没有我了 不会不会 我一定会带大家去看 那个美洲仪庙 哪里去 没有啦 我们今天主要是看佛亚 你怪怪的 你怎么可以那么自得情的 对啊 因为你们都不理我 我们理你 理我一下嘛 因为我们今天看的佛亚 对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介绍 这个庙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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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看这个庙 就是看这些牙齿有关系的 这样我知道啦 你今天要介绍这庙庙 就是和释迦摩尼有关系 对吧 释迦摩尼 阿姨 还是你聪明 没错 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释迦摩尼佛 而且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庙 它里面供奉的释迦摩尼佛 听说是独一无二的 是吗 释迦摩尼佛到处都有啊 对啊 为什么独一无二 对啊 讲得很奇怪 我就知道 对啊 释迦很多种啊 播了就可以吃 不是 现在还有那种凤梨释迦 没有啦 我们是讲那个 不是都一样啊 有很多的不一样啊 哪里不一样 我就知道 哪里不一样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看一下 看 现在来给大家揭晓 在全台湾共四川无理会的门户 有五百多元几十多 不过在我们台南这间菩提寺 有全台湾省最大的四川无理会 在这间菩提寺 除了叫做菩提寺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千佛山 嗯 这是为什么呢 我现在就快找大家来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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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一个千佛殿 是 千佛殿里面供奉九百九十九尊佛 那这个千佛殿在大佛里面 是 那加上外面这尊大佛 正好一千尊佛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千佛山 其实这整座山里面 它就供奉一千尊佛像 是 那是以这个大佛的莲花座里面 它有九百九十九尊佛 这尊释迦摩尼佛是目前全台湾最大的释迦摩尼佛 是 那这个释迦摩尼佛的建造已经有十年了 那之所以建造这么久 就是说师父希望十方信众 共同来成就这个功德 那这尊大佛所以做得这么高 是 这么大 主要就是说它可能看得很远 它看得远就是它庇佑的众生就很多 就很广这样子 很广大 那就是说每年七月的时候 做普渡的时候 那么做密法用的 土足成的叫土坛 那有木头搭成的叫做木坛 那我们这个千佛殿的密坛 是用镜子做成的叫镜坛 那它可以反射四度空间 也就是说它可以反射出整个坛场 那在它做密法的时候 它观想的时候 这个都是由它的特色 除了神秘的阶段 普提斯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镜塔 这个塔 尊重是让人拜镜 来核官求生 演书记货 在塔里面 丟起了两部经文 一部是波尔波罗蜜多心经 一部是金刚波尔波罗蜜经 那拜经就是说 它对着这些经文 一个字一拜 或者一句一拜 那事前要发愿 也就是说 我在这边苦行 那要发愿 我要拜几部经 那发愿拜几部经 要把这些经拜完 才可以离开菩提斯 这两个严家的风险 一再提起了重心 无法心准不落你那一项 可是 你若想要为你的父母严想 那才是下官记忽 建议你 破了庆幸的心 亲身来驾一双 重严的穿佛山 破提斯 要破一只庆幸的心 千佛山菩提斯 可以说是非常 景致非常清幽 而且景致宜人 那个地方真的很舒服 他改双说得要破一只庆幸的心 可以为她的父母严想 对吗 对了 对对 非常好 是要何让她的父母严想 你让我去尬看看 尬要你尬看看 没有其实 它就是说这个菩提士 怪怪的 我們看到那個金剛金塔對不對 金塔 對 我們看到一個金塔 現在那個金塔是比照這個緬甸 緬甸也有一個這樣的金塔 然後同樣設計的 那我們進到那個金塔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金紋 就在它的牆壁上 那一邊的金紋是那個金剛金紋 那金剛金紋就是有五千多個字 一部就有五千多個字 另外一邊是新金的 它一部有兩百六十八個字 那就是說其實 就像剛剛爾金哥講的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想說 要為父母啊 岩壽啊 怎麼樣做 就是說我們可以就是去發願 我們一開始進去那個地方 就可以到他們一個智慧室 類似像會客室 先去掛盒 那就先去報到什麼什麼 那你報到完之後 你就是要發願 因為發一個完 發一個完就是說 我要今天我來這個地方 我要先來拜金 我拜金 不是 拜那個金書的金 不是拜那個媽的金 不是拜錢的那個 不是拜金 我拜金 對 拜金主義 我們要怎麼來拜金 就是說 我今天來這個地方 我要拜幾遍 然後我要用多少的時間來拜金 你都要先發願的 說到多少 就是念對不對 對對對 你就是先發願跟神明講吧 那你就是還有一個重點 它其實有一個規則 很重要的規定 就是說你要日中一食 夜不倒單 哎呦 這個 我說國學造詣啊 不是很好 但是還是聽得懂 好 你解釋一下 這個 阿嬌儀 這個講得非常好 依據我的國學常識 日中一食 我想是 每天可以吃一頓嘛 對不對 翻譯得漂亮 正確答案 但是後面這句詩詛啊 這個老娜有點聽不太清楚 這我要解釋好了 夜不倒單 但是 就是你晚上如果要回家的話 不能讓他 不能簽帳啊 不能倒那個 夜不倒單 晚上不要倒蛋是不是 對 不能躺下來睡覺 你要坐著睡覺 站著坐著睡啊 他有沒有規定要多少時間啊 沒有 這是你自己發願 不像說 我要去 我要去說 我要念一禮拜 我要去那裡停留一個禮拜 那你自己的心願 你如果要去兩宵宵三宵宵不行 就是你自己個人的意願的問題 其實喔 譬如說剛才有 我聽他就知道他很友好 第一句就說 我求他就是要求我們老婆老母 不然你說 我要求我 求我們老婆 所以這個口齒 但是我 孝順的孩子 今天我有一個 感覺很好奇 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 就是什麼祕討嘛 我好奇的意思就是說 他裡面 有共用差不多 九百 九十九尊的心 譬如說剛才在那個宮 我們大家都已經看過了嘛 這邊五封魂 五封魂是不是代表就是五尊 阿姨 真的都沒覆過阿姨的眼睛 我有看啦 那個五封魂就是五方佛 其實它就是中間就是有一個主要的佛 叫做大木如來 那它的東邊的是 大木 對 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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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東邊是那個阿傘如來 阿傘 阿傘啦 像 不能不追進啦 亂說 然後它的輪邊是寶生如來 寶新的 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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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新的 寶新 寶新的 對 然後它的那個 寶新 西方是阿彌陀如來 然後它的北方是 不空成就如來 所以稱為五方佛 五方佛 五方佛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去到那裡是不是要說準備什麼東西 對啦 還是說要紅包還是什麼 它這個地方其實是很情郵 它就是有點像就是那種搬出家人去的地方 所以它沒有收什麼紅包 沒有那個規矩的 那你們什麼地方可以為自己祈福 有 瑋哥你看我就知道 你看起來就覺得要為自己祈福 我是很沒福氣的臉 傷腦筋什麼話 沒有嘛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還是為了父母之外還是要想自己 獨善其身而後能兼善天下 笑得好 獨善其家治國平天下 好 要繼續嗎 好 那個就有一個為自己祈福 那個叫准啼式 准啼式 到那個准啼式裡面去 那個准啼式裡面 你一進 准啼式裡面一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兩尊那個准啼菩薩 那這兩尊准啼菩薩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此背靠背坐在一起 就是兩個人是背對著背 這樣子 他們吵架了啊 不是 他們在練功 他們有他優移 你這個背對背坐在一起 就是說怎麼樣 就是說他們可以面面俱到 三百六十多 因為我們人看不到阿扁嘛 所以兩尊坐在一起 一個人顧180度啦 對 然後他就是面面俱到 然後四面八方幫我們保護 然後其實如果說 你想要延長壽命 或者說去餵一些比較短命的人求啊 就是說保佑他 庇佑他 身體不好的話 對 身體不好的最主要是這個 對 講得好 其實我們每次介紹這個台灣淨香團 介紹很多這個廟宇 主要的目的是 多了解一些風土文化 對啊 這是我們自己國家的 對 還沒有 還沒有一樣是王寶嘛 對 要進行嘛 對 而且像這種地方很情侶 我們現在周休二日嘛 其實有時候一些比較遠的地方 可以利用周休二日 你禮拜五就可以開車去 對啦 開這裡就兩天的時間還可以 對 到底那些地方很情侶 好 剛才我們辦一個 怕怕淨香團的事情 真的是去淨香啊 不要他一個人去 我們帶一團人去 不然老是你在做媽祖師啊 我們也可以做菩薩對不對 好 謝謝阿嬌團長 謝謝 謝謝 觀眾朋友不能走喔 等一下 有教授要給我們看風水 來 吃個茶 吃個茶 歡迎收看 發財風水學 講到這個發財二字 找了耳金胸就對了 怎麼又是我呢 對不對 你看名字也取得好 耳金 您有金嘛 而且你看看他這個面相 一臉福氣相 天庭飽滿 地格方圓 而且為了賺錢可以說是不擇手段 對 外外外 把老婆小孩通通拉去拍廣告 不是 什麼錢都取 什麼老婆 連小孩子也帶過去 對啊 其實這個我是托老婆小孩之福 真的好嗎 老婆要是不瘦的話可以拍嗎 對不對 你對於這個開店風水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開店風水一定要看 尤其是這個店面 像我住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服裝店 就是要搬過來啊 其實搬到那個地方呢 就在我店隔壁的隔壁 結果我找了幾間嗎 找了有20個店鋪 台北地區像找了20個店鋪 拿了羅盤去看都找不到 想不到就在隔壁 就是好的地方 不過現在辦公室租金 好像都不是很便宜 對啊 所以喔 像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生意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要做一間店 現在店面說有夠貴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都比較聰明 想我過去啦 這樣做一間住家嘛 來做公司嘛 這樣比較也算比較好 對不對 住家也不用那麼多 你的看法呢 住宅區拿來當作這個辦公室 然後公寓 拿來當作辦公室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到底會不會好 好像也不能申請公司行號 而且影響到 如果那邊是純住宅區的話 就不能申請 而且會影響到鄰居 對對對 不會嘛 但是耳機你就太緊張了 好 今天我們的發財風水學 一樣請到我們吳壯鈺老師 好 幫我們介紹 這樣的case 有嗎 即使你沒什麼錢 一樣可以靠這個 租來這個房子 賺大錢 趕快來了解 不相信 看一下 來看看 中小企業 由於資金的限制 往往只能夠租用公寓住家 改裝成為辦公室 這些公司 在裝潢的時候 應該注意些什麼事情 才能讓公司業務 真正日上呢 今天 吳章玉老師 就要帶我們到台北市承德路 拜訪一家 將辦公室設在公寓裡的 典型案例 填稅公司 填稅公司 位在台北市市領區的 承德路 正前方是清脆的 沙茂山 獨享七星落地的優勢 再加上附近基隆河的 九區格局 更使得填稅公司 雖然只能設立在狹小的公寓內 卻在大環境中獨佔凹頭 此外 在附近的道路格局方面 成德路以及大南路 皆為此地帶來可觀的財運 首先 馬路從那邊過來呢 面對這個方向 因為七星山在那邊嘛 他這個山坡是在慢慢下來 所以這個走高又低 就是龍騎購虎 富貴如盆族這種隔疾 其次呢 是這個馬路啊 它有形成一個非常漂亮的 彎工水 像這個工袋水這樣子彎過去 從這個方向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此在這邊呢 因為地理跟地勢 還有風水都有得到 因此這邊都看了這個星星相龍 那邊呢 就顯得比較蕭條一點 由於公司成員精簡 需要的辦公面積不大 所以填稅公司 只租用了這棟公寓十一樓 我們現在經營的範圍 是有黃金化跟雕金化的批發 跟零售 那同時我們也接受 各企業的訂購 就層次黃金的精品 還有精緻的禮品 在十一樓的左邊 是公司產品的展示中心 在右邊則是員工們辦公的區域 當初在裝潢的時候 為了求得空間寬敞 所以辦公區的陽台 被打了出去 但這種做法 整犯了風水學的大忌 大廈的各級 通常都是整邊打出去 外面沒有陽台 那沒有前陽台的房子呢 就是比較前途受限 就好像說你一個人 已經站到前來牆旁邊 要跳樓自殺的樣子 你可以用一個矮櫃 在這個地方 大概你量個這個吉祥的距離 然後呢 由右邊一直坐 坐過來這裡 那這個就等一個假陽台 等一個假的暗山 從這邊過去呢 這邊就等陽台又出來了 填碎公司在最初的時候 是採用面對面的方式 安排辦公桌 但現在卻改成了全部面向窗戶的排列方式 這是為什麼呢 它這個是森榮開口 所以所有的人全部朝外面坐 看起來這個view 會使你的心胸比較開闊 那周椅的擺設呢 有幾個要解 就是說盡量 都能夠每個人都有出路 你看它這邊也有出路 這些周椅也都有出路 那類似像這種變排的周椅 你盡量不要超過三個以上 因為兩個的話 你兩邊都有出路 如果三個的話 中間這個出路就不方便 所以它這樣的格級 可以說整個這個動線呢 都非常順 公司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便是主管辦公室 從郭總經理的辦公室望出去 不僅可以掌握到員工的動態 也可以看清楚進出的人員 對於主管的運籌帷幄 自然有絕對的幫助 因為這樣一個空間 我非常容易掌握到 每一個部門的狀況 或是說他們的作業狀況 我很容易就可以 不管有什麼就可以調整 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個視野對我來講 幫助非常的大 它門開的位置 跟這個出路的位置 都很順 一進來就做定 同時呢 他所看出去的 這個員工剛好是背對他 他可以這個看清楚員工的狀態 那員工會隨時擔心 這個總經理在後面 不曉得有沒有在住有什麼 就比較敬業一點 所以這樣的設計 是最符合格級的設計 可以說一種標準的設計格級 雖然成立至今 只有短短的幾年 填碎公司的前景 卻不可限量 國總經理 歸功於辦公室內的風水格局 讓員工的精神愉快 工作起來也更有效率 所以各位中小企業的老闆們 不妨在公司成立之初 就妥善地規劃辦公室風水 相信對您的業績 必有絕對的幫助 不是這個樣子 吳請偉 剛剛那個裡面有一些 我不是很懂 你要告訴我那個 我們來切脫一下 太好了 那個臺櫃就是要這樣擺 吳真啦 你是頭上班嗎 你去問秦偉 對 你也拜託 我們這些都有專家 你們就問專家 不這麼正確 我們現在來歡迎吳教授 吳教授 吳先生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吳真 你不是這麼多問題要問 有問題要問啊 其實剛剛吳老師就說 剛剛那個地方 這個風水叫什麼 公帶水 是什麼意思 公帶水就是那個馬路 馬路像水 這邊有地圖來講解一下 它彎豹的形狀 像這樣 就像一個公 有沒有那個彎公的公 對對對 很像一個公 對對對 在這裡面的都可以 在這邊的都不好 這個叫緩公 在公裡面的 對就是彎在裡面的 彎豹在裡面的 這樣的話這個器也能夠靈近 在公上面的 比如說台北海洋生活館 這算外面 對 它這個黎豹年 它這個黎豹年 對 在這邊的都比較不好 對啦 科學 今天就是這張飛 就是在台中 一位豹宵舊他走來 豹宵舊 他現在屬於淡心說 他今年要準備高普考 不知道他們家的設備 這樣什麼 對他口齊 不知道有影響嗎 這個有他的洋宅 平面圖在這邊 對 觀眾投訴我們來給他解答一下 我要幫他解答 以後一下 他這個房子 我剛剛有稍微看了一下 你看他這個廚房跟廁所相對 這格級不是很好 這種格級通常都會對胃 跟消化系統不太好 同時對眼睛也不太好 這兩個 然後他最注重的就是說 他這個位子 這是文昌位 事實上房子裡面 你不要去管他什麼文昌位 什麼財位 對啊 我覺得整個動線合理比較 也要緊 像你做這樣的話 面壁 文昌 文昌現金絕對不敢降臉 為什麼 面壁思過 面壁 然後後面一個門這樣進來 好像會被案件鎖傷 對不對 何況這邊還有一個花台 會有這個不安定感 所以你不如把它挑過來 讀書都讀得不專心 對 門開右邊 門開右邊 所以書桌應該擺這樣 人是靠牆壁做 對…人做這樣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這樣文昌地精就從這邊進來 這個沙發要換位置 不用吧 沙發也要 因為它這邊又開後邊了 青尾現在變精 有 剛好相反了 對 整個換過來 換過來 電視也換過來 胡教授 不過這個財商家 他平台有時候說 知道他們的荷樹這兩片 他們的主廊房這三片 他們的門 門開過去對著門 對啦 不過現在說要再營蓋 其實也沒有空間再蓋 那怎麼辦 那到底是怎麼知道 沒有啦 剛才我有想過方法 因為它這個空間實在是很小 對啊 就總共十幾坪而已 是啊 不要有門不是好了嗎 沒有門要這個 沒有 現在先改這個阿姨 我兩個都改 先改 它這個地方還有川塘 川塘阿姆 你看它 這個地方是一個湯 這個川塘空 都會當胃潰瘍 胃肠胃 那這個痔瘡那一類的毛病 甚至眼睛白內臟開刀那一邊 所以 而且它這個大門鄉這邊 剛才在這裡 這樓子 經常破壁 所以這最好的改法就是 現在 廚房要有個門 不是 牆放在這邊 廚房在這裡 這個氣牆起來 廚房不要做開放 然後呢 這個瓦斯爐把它調來這裡 提到這個位置 這樣的話就可以相生 看這個 範圍相生 才會生彩 同時呢 這個門開這邊 就避開兩個相對 沒有對在一起 再來就是這兩個相對的問題 這兩個相對其實很簡單 你把這個隔出來就好了 這邊在牆壁再移到這邊 那門從這邊進來 事情都會更高 那這樣很簡單 這間有一點 對呀 柔發就柔破嘛 是 不過他們房子好像還有問題 對 我剛剛看了半天 我也是在看 他們有看到廚房後面那個陽台 算後陽台嗎 對 好像剛剛跟那個毛病一樣 沒有前陽台 怎麼回事 沒有前陽台 他這前陽台 空可能打出去了 打出去了 也是打出去了 變成花台 不然就是本來就沒有 他可能大廈的設計 本來就沒有 那現在怎麼辦呢 要用老師的方式 對 不怪他在柯起柯 這樣喔 沒有前途 不是沒有前途 所以比較辛苦 前途比較少 怎麼改善呢 剛剛那個 就像白海貴 還是像白海貴 我真的做那麼清楚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越來進行 對這個風水越厲害 講到這裡就是 沒有啦 怪人在探錢 對啊 其實爾金最近在勤讀風水學 沒錯 因為自從這個 5月22號起 就是這個禮拜五開始 每個禮拜五晚上 10點半到11點半 在超市 即將主持一個call in的風水節目 是的 這很棒 這節目叫風水大開槓 任何風水的這個問題啊 隨時打電話call in進來 自無不言言無不禁 幫各位解答 太好了 因為你先這個風水大開槓之後 再來重播新一天啪啪 對 對對對 一脈相承 連下來看 太棒了對不對 那這個call in節目 只有你一個人主持嗎 你以為我可以 我有那麼厲害嗎 我以為我一直也很崇拜你 我一個人解答行嗎 當然要請我們專家 吳老師 吳老師一起主持喔 對 這是你的四女秀啊 吳老師 吳教授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請耳金啊 用你的專業知識 跟我們這個吳教授好 密切合作 當然是吳教授的這個專業知識 當然比我豐富啦 我跟吳教授共同來主持這個節目 這是很棒的感覺 對啊 我也是相信這樣 人家說一腳不知道 兩腳才會知道 但吳教授現在主持我們節目啊 現在在顧慶寧那邊 就是兩腳真的很穩 穩穩穩啊 對啊 我們以後這個超市 你看風水隨時都看得到 絕對 可以說是風生隨起好運來 超市風水大禮拜了 觀眾朋友要記得 每個禮拜五晚上10點半到11點半 主持社會有爾金和吳老師主持的 風水大開槓 大開槓 大開槓 萬人又空向 大家來開槓 萬人都這樣 全部看電視 超市 當然啊 所以觀眾朋友啊 你們如果對我們的節目 內容有什麼不換 或是有什麼哪裡 缺點 需要補充 你不用客氣 你靠我們的內容 會不會轉身 0223901690 0223941692 當然啊 如果居家風水可以call in給你 可以call in給我 對我們節目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可以寫信給我們 寫信 打電話給我們 還有email email 謝謝 謝謝 吳教授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祝你們新節目這個 收集結結告知好不好 謝謝 觀眾朋友 不要忘記了 下星期九點半 準時收看 星期天啪啪 再見 啪啪葉金魂 邀請一名觀眾朋友現身說法 曾經與他感情深厚的姐姐 在自殺之後 亡魂竟然纏住他不肯離開 究竟他是以什麼方法 來解決這個難題呢 您想結婚嗎 您怕外遇嗎 靈異快門特別為您搜裸了 各種男女交往的至聖秘訣 從揭穿另一半的真面目開始 到如何運用結婚來提升運氣 更要教導您 如何防範配偶的外遇 台灣激香團 這次到了苗栗的頭屋 拜訪一間靈廟 除了有慈悲心長 而且靈驗無比的觀世音菩薩 降價辦事之外 這裡還有另外一項 非常神奇的靈物 到底是什麼呢 風水單元又要給您新的驚奇 全新推出的洋宅風水寶典 將由民建築師王慶文 親自到您的府上 為您診斷風水 恐怖懸疑靈異八卦 精彩的新奇天啪啪 絕對讓您不得不看下去